我們直接走到房間外面看看到底訊號有沒有衰弱 然後就是沒有裝好的狀態 看起來是有裝好 我們直接走到房間外面看看到底凸穿的這個天線有沒有裝好 如果沒有裝好應該走到房間外面他的訊號就消失 沒有裝好 和防罪現在接着點是用來寫的 後面相互測 也要說在你兒童不穿的�랜標 但是在這裡這裡你衝刺我 一抵述 那你會摸到房間外面看去 你會摸到房間外面看 那你給我一次站著 你打到房間外面看 那你會摸到房間外面看 而且你會摸到房間外面看 OK 看起來是順利安裝 我們在想辦法把我們這個電池跟這個束帶的位置調整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狀態它的束帶就是我們的束帶 對沒錯束帶跟我們電池稍微有一點就是這裡有一點撞到 就是讓電池沒有辦法平穩的躺在那裡 那我們就再看看稍微調整一下這個束帶的角度 然後這個天性的角度 然後盡可能的讓電池可以平穩的躺在那個防滑墊上面 因為你這樣翻滾飛來飛去很有可能電池就飛出去之類的 所以電池要盡可能的躺在這個平穩的防滑墊上面 然後把它綁緊才有辦法固定電池 我們看看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呢 有啦 OK啦完美狀態 我覺得這樣算是升級嗎 就是一個摔機後炸機後然後小小的改裝然後升級 你看這樣子SMA天線這樣好用太多了吧 而且它的高度看起來有比原本還要高 所以我們訓號理論上在飛行的時候應該也會比較好 不會被電池跟GoPro這樣子容易遮擋掉 然後如果要換的話你也很容易找到這個SMA天線可以換 這個就是超讚的狀態 這樣子反過來 哇真的耶 這樣子反過來炸機啊之類的 這個天線理論上 喔它會鬆掉 等一下 如果把它鎖緊的話呢 它理論上炸機翻過來 這樣子壓到天線 理論上這個天線不會發生什麼事 它除了位置可能會 角度可能會稍微改變 就是可能往下啊 往上一點點 往左往右一點點 但是也不會影響太大 就是你的影像還是看得到啦 不會因為你往下一點點 你的影像就整個斷掉 那舊的那個天線是直接會天線斷掉 被炸爛 就你完全影像就會消失這樣子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Gap RC Synlog35的改裝 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Jesus Christ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Synlog35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Gap RC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Gap RC Synlog35的小小改裝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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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